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a 一起来做Origami 其实这些这么漂亮的花 是一个星星来的 你看看这里 全部都是用这些很简单的星星来做的 现在看看怎么做 首先我们需要一些 这些颜色纸 大概是A4那么大的 颜色的打人纸 我们要纸 一支这些叫做Pie Cleaner 就是这些铁线 和一个剪刀 剪刀就可以了 好了 首先 你可以将这个 纸摺一半先 剪刀 剪开它 剪开一半 照着这条线剪开一半 只剪刀 一分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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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一半 剪掉 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个四方形 把一个四方形的纸对接一半 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已经是对接了一个三角形 对接一个三角形 然后再把它向下接一个三角形 就是这样 我们有这个三角形 你记住这张纸对半接了之后 开口在上面 不开口在下面 然后接这个三角形 然后把下面这个角 下面不是上面 下面对着这个 你看看 这个交叉的中心点 对着它接 对着它 对不对 这样接 接了之后 看不看到 对着这个中心点 然后将这里这个角落头 又对着这一条边来接 就变成这样 看不见 然后呢 就将这一条边 对着这条边来接 看不见 然后呢 再将它 对接 对着这个角 这个角 这个角落头 这样剪 那剪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再重复一次 是应该怎么接的 一个四方的 一张四方的纸 首先呢 一张四方的纸 应该放在这边 将四方的纸 对接一半 然后 然后 这边 对着这边 接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然后 反过来 一个三角形 接了之后 你就会有这个交叉 这个点 好了 然后呢 再将这个角落头 对着这个角落 这个中心点 接好它 然后呢 这边 当一个中心点 接一边 接一边 对着这边 对不对 接着呢 就这边 对着这边来接 就行了 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再将它 对接 对接之后呢 用刀剩 大概是这样的 你看看 变成一个等腰的三角形 这不是三角形 这边 这一个三角形 就剪了 剪了 因为它太厚 所以剪得不太齐 所以我们要 将这边 这边太长了 剪了 剪到这三角形 和一样大 就可以了 这边有点太尖 好 打开之后 就是一个五角形 好 然后我们将这条 长的边 摺一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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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凹了 我们要把它摺上来 摺一摺 这里是 扮在这些长的边 都把它摺起 对吗 那这些短的边 就相反方向 摺它进去 一摺 一二三 1 三 可以四面 会变成5角形 而且是立体的5角形 对吧 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纸来接这些五角星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把它变成这些花呢? 其实是这些五角星来的 我就做给你们看 比如这个,你就把它反转 然后呢,中间刺下去 把它反转 好,那我们还要个芯是不是? 那你觉得黄色搭什么好看? 搭这个颜色? 好了,那就搭这个颜色 同样也是,翻转它,刮下去 再翻转它 那是不是很漂亮啊? 就是一朵花了 将它和这些放在一起 漂亮不漂亮? 你可以做一朵花 送给爹地妈咪 看什么呢? 很简单 好,今天呢 就做这个星星的手工就做到这里了 下次再和大家做其他手工 拜拜